世间人多具邪性,虽有皈依,但不持戒,若遇到重大的挫折和苦恼,才来佛庙礼拜焚香,祷告佛菩萨其请保佑。 他们心中对佛的观念是把他像神一样看待。 一些佛教兴盛的国家,流行僧人为信众洒圣水加持,细白或彩神于手腕或红线于上臂,佩戴佛牌或高僧像,或细带咒语牌等等迷信的习俗并相信这些佩戴物的保护力量,或者去寺院请高僧诵经消灾或用诵经过的水沐浴改运等迷信的做法,违反了业果的法则,只会削弱正信佛教的影响力,招来贫瘠。 佛是一位已经解脱,超越疑惑,断除烦恼和苦痛的伟大修行者,他所教导的修行方法是可奉行,可得成果,超越时空的,所以他请我们来亲自试试看,照他所教的修行方法,看看能不能断除苦,远离欲望的束缚,能不能正果等等。 这才是佛教里我们要信的。